张华县政府与新农集团共同举办 第六届新农杯乐乐棒球锦标赛 18日在张华县立体育场举行开幕式 全县18支精英队伍参赛 共计5年级组9队、6年级组9队 参与人数超过300人 比赛精彩可期 希望借此活动提供各国小球队师生相互交流的机会 并推广基层棒球运动 仪式由张华县副舰长柯成坊 新农集团总经理杨中信等贵宾 共同开球勉励 今天在我们张华县立体育场 举办第六届新农杯 就是乐乐棒球的锦标赛 有我们张华县的许多国小 总共有18队超过300位选手来参与 那我们很感谢新农集团 我们今天杨总经理 率领的风康超市的经理 还有三位新农的指棒球星 张家浩 黄宗毅 还有余先民 来一起跟我们的选手们来同乐 参与聚会竞赛 那也来制正乐乐棒球的球聚 那我们很希望这样一个棒球 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也是我们的国球 那乐乐棒球是棒球的一个基础 跟入门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张华县 在我们推广下让它很普及 因为它具有安全性还有趣味性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锦标赛 可以为我们的棒球注入更多的活力 跟希望 也让我们同学们 我们的这些选手们 都可以享受到打棒球 跑壘挥棒的这样一个乐趣 还有运动的乐趣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带动小朋友 对健康体育的爱好 那乐乐棒球跟棒球不一样 就是它比较安全比较健康 而且能够更容易 给一半的亲子活动 全家都可以一起来享乐 所以新农集团除了在本业 包括农药 肥料 超市的建议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更多的公益活动 所以这个新农乐乐棒球比赛 会继续永远给一半下去 此次参赛队伍皆为平时热心 投入棒球运动的学校 新农杯乐乐棒球锦标赛 不但让小朋友交流球技 另希望借此赛事凝聚各界朋友 热爱棒球的心 共同为棒球运动 注入更多希望与活力 此外特别安排 前新农牛直棒球星 黄中益 张家浩 于贤明三位球员 与小选手互动签名 九宫格直准 套圈圈等趣味竞赛 增加活动多元性及趣味性 公益频道许维珍 张华采访报道